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在112年吸手卡米地喜剧俱乐部 受创银发素人脱口秀野奶万万岁 用年轻人喜爱的单口喜剧搭起跨带交流的桥梁 20位平均67岁的素人长者 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后都能在台上侃侃而谈 笑料满满广受好评下 今年野奶万万岁也来到了新竹 要征求有志者一起加入 今年是我们第二届的野奶万万岁 要进行开始的招募的活动 我们一直很希望长辈他在老后的生活里面 可以追求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说自己想要说的话 然后所以透过野奶万万岁这样子的 引法素人的脱口秀的活动 我们希望将长辈他过去的一些人生经验 或他自己心中的有一些想法 透过比较靠近年轻人的这个方式 就是脱口秀的方式 经过老师的培训之后 他们可以勇敢的说出来 可以勇敢的表达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尝试在新竹 这样的一个地区来做招募 那也是很希望 因为在新竹地区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的年轻族群 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工作 然后可能开始有了退休的准备 所以也很希望这些的年轻人 然后或者是即将要准备退休的这些 热灵族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尝试的 针对自己的老后生活可以有一些不一样性的尝试 也乃万万岁引发素人口说表演 是台湾首次有65岁以上的长者 站上正式舞台 表演喜剧脱口秀 让人意外的是 长辈谈的话题不但多元 值得玩味还充满了生命的厚度 让台下的观众胜利其境 有梗的部分跟着笑 有张力的部分也跟着紧张 因为很重要的是在表演脱口秀的时候 你必须做自己 那所以呢当他们发现呢 其实你不用去有一个很特定的标准 我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 或是我要变成哪一个人的模范 或者什么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做自己 只是你要把自己的东西整理过 然后并且把那个把那个你的自己 用个有趣的方式丢给观众 那当他们知道了知道这个这个机制之后 而且他们如果丢出来 先从他们同学开始 同学有反应老师有反应 然后再来就是观众有反应 他们会他们会觉得说 哇他的某个东西 曾经不敢跟别人讲的东西 或是没有被别人发掘的东西 突然丢出来 竟然是大家会是有反应的 这对他们来讲 算是一个蛮新的体验 然后也建立一些自己 自己从来没有建立过的自我吧 在舞台上的自我 身高只有140公分 今年80岁 绰号小只的林秀之 原本没有自信 上台就会紧张结巴 没想到在去年参加台中场的受训演出后 完全扭转了众人的印象 而60岁的孙英芳也在报名社训后化身幽默大师 透过好笑的言语来推广环保观念 因为我已经求求好几十当的时间 都都是去求求不敢说话 现在有一个学习说话的机会 学习面对大众的方法 所以我就赶快去报名参加 当然的学习来红道基金会举办来来往往税 报名的人很多 我去报名当然有很多人都给我笑到 说我去想 想没什么又悟到 没没又去想 可是我就坚持给他学起来 现在也可以走舞台 我也可以走舞台秀了 其实很有趣 我一开始就坚持用讲环保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你要来讲环保 我就告诉他我来就是要讲环保 因为我从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翻译环保的文章 垃圾没有地方去 那我注意到这个问题 问题是我一直在独善其身 我没有办法去影响太多人 一直到红道兰基金会 一直到老师来的时候 都不赞成我讲这个议题 但是我很坚持 我真的就是要来讲这个议题 那我练习脱口秀 其实我每次都这样讲 我没有真正写下来的段子 老师也觉得很头痛 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改我的段子 我每次上台都会讲不一样的 我当场就用手上有的东西我都讲 那大家也觉得哈哈大笑 我也希望是用这种有趣的方式 来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很严肃的问题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届也乃万万岁 欢迎60岁以上的热灵者 和18到30岁的青年 从即日起到6月底 永月报名 7月底到10月份免费培训 并在11月正式登台演出 详细的内容都可以上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官网查询 记者简书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